你心不尽做不准任何事情 要以尽来制动 第三点我认为 知所邂逅在尽道义 你必须懂得规律 掌握规律 运用规律 才能获得成功 违背规律肯定要失败的 搞经贷教育 违背规律也是失败的 你基本理论没掌握 也是要失败的 你看做了半年就垮掉了 一年快乐 然后我们做得越来越发达 三个一下别人三千人 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讲 这个今后有时间 我们把这系统的 这一次决定学大学 下一次决定学论语 你如果听了五部经典 就不要老实讲了 你所有经典你都能够去 庄业讲解了 所以就是基础 好吧 我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 都要联系实际的 你不联系 我都是历代的案例 细代的案例 国内外的案例 你没联系实际你讲 学生听不懂 学生没效果 并且讲了要学生做 必须做 要检查 我看我们经典教育 只有用心 没有做不好的事 实际经典都是剩下的人生体悟 你们大家都在做 指引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 所以经典一典不难 很简单 很好学 很好读 读老非常有用 我就今天上午 跟大家汇报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